各位鼎姐妹提到聖诞 圣经里面有无数的预言 预言神成为人来到这个地上 道成肉身的这个事迹 你知不知道第一段 记载到有关这种圣诞 是哪个地方呢 如果我们不看圣经 你可能都不相信 原来远在第一个人被造 然后第一个人犯罪的时间 圣经已经记载了 隐伏地告诉我们 有关圣诞的意义和来临 这一段圣经是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 圣经在人犯罪之后 他跟着说 我又要叫你 就是那个蛇 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或者撒旦的后裔 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筋 但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在这个圣经当中 很明显 任何人解经的时候都会知道 他说什么呢 圣经的族谱的观念 犹太人的观念 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代 如果这个说是女人的后裔 除非他是没有爸爸 到底有谁是没有爸爸 是成为真真正正女人的后代 女人的后裔 圣经记载只有一个 这个是谁呢 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圣灵怀孕生出来 因为这个缘故在地上 他没有真真正正实际肉身的父亲 是圣灵怀孕生出来 在这里的圣经 很清楚告诉我们 圣灵的意义 是神是透过一个女人的怀孕 将这个救主诞生来到这个世界 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是因为圣灵怀孕生出来的 才是没有罪的人 才是完全的人 他也是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这个百分之百的神 又是百分之百的人 唯有他以无罪之身 可以代替人有罪 任何有罪的人 连赎自己的罪都没有资格 但是耶稣以无罪的生命 来代替我们所有犯了罪的人 来去死 是因为这样 人的罪可以透过他的救赎 一不勾笑 各位朋友 我希望你们能从这一段的圣经 看得到 原来圣诞是神成为人 来到世界 目的是要将我们的罪 一不勾笑 带我们去神那里 阿秀 阿秀 感谢观看